今天是中國和歐盟領導人 在北京剛才召開會議 在這個時刻《環球時報》的社名 亦扔著歐洲的一些問題 在中國 特別是德國大眾汽車集團 其實在中國發展汽車的 一個被污蔑事件 其實也不是太閃亮的新聞 例如我看香港的媒體也不覺有報導 可能是在布屁股那裏 但還是怎樣放出來 配合現在的中歐峰會 我們日前也說過 中央很重視這次的中歐峰會 領導人都會親自出席 也有些會面 有歐盟總幹事 歐洲議會主席等等都去了北京 既以極大的期望 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 資金流走產業鏈的受制 歐洲會成為中國一個很倚仗的 貿易經濟和政治夥伴 是的 但歐洲在中國的投資 某一些很大的企業 比如我剛才所說的 德國大眾汽車集團 他們在中國賺中國的錢 導致某一些西方媒體在這裡說 究竟這些企業有沒有行差踏錯 德國大眾汽車集團說 過去被人指控 在新疆牽涉到強迫勞動 這也成為一個很… 在西方媒體相勢來說 新疆的強迫勞動 新疆的人權問題很吸引眼球 所以一被這個罪名壓下去 你搞到大眾汽車 可能都受到很多同行 或者一些政治的壓力 於是大眾汽車也要尋求一個真相 他自己找到一些 他認為合適的人 自己做調查 這不是政府做的 是大眾汽車做的 這個找一個合適的人做調查 當然要西方世界 認同客觀公正的調查 於是他們找了一個 德國人權事務諮詢公司 這間公司是諾寧 與兩個中國律師共同調查 注意一下這間諮詢 德國的諮詢公司 是由曾經擔任過德國人權專員開設的 諾寧正的名字 全名叫馬富斯諾寧先生 即是說最初擔任公職 為何也有很多人 擔任公職之外 接著進入商界 就像基辛格一樣退休 是的 基辛格政治經濟顧問公司 但是基辛格這間公司 被視為幫中國說話 這間公司有沒有幫中國說話 如果根據環視 因為我基本上沒有什麼資料 但如果你看他的職員 是有資格的 但他同時也找到兩個中國律師 這個團隊一起進行有關 究竟大眾汽車在新疆 有沒有類似被指控的情況 原來都是做了一段時間 出來的結果 還是當結果是好的結果 還一個清白 說他們這個調查 是允許自由檢查 在新疆這間工廠 40次採訪調查 最後沒有強迫勞動的跡象和證據 我突然想起 袁國勇教授也去過武漢新官的現場 很乾淨 但我真的想不到這個調查是怎麼做 也不應該這麼容易評論 他的調查的真覺性 但這個調查正在中歐峰會召開期間 出了這個報告 環視將它highlight到用社平去表達 因為環視 很多人說為什麼經常讀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是中國很重要的對外窗口 你看到環球時報 看到中國官方的取態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 《人民日報》有時候太過政治八股 那個制裁也大些 全部自己正確 反而看不到是一個真正的問題 其實我們不是推銷某一個觀點 我們是陳列某一個觀點 讓大家去了解中國官方的取態是怎樣 你怎麼評論它的取態 你怎麼認不接受它的取態 是你們的客觀判斷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香港新聞界的特色 過去香港的新聞界 左中右路右 所以西方媒體 西方世界 西方政府 為什麼這麼重視香港的輿論 可以看完問題的全面 是的 如果你說我選擇不聽 你便不知道官方的取態 一直用你自己認為 你接受的看法去判斷對方 可能不夠全面 當然我去看今天西方媒體的報導 對中歐峰會都不存厚望 包括馮德萊恩女士 和阿米切爾 阿米切爾兩個都重量級人物 我們從他那裡 中方表現出一個熱誠 和真的橄欖枝 希望重修中歐關係 不過歐洲的一些領袖 看中歐關係 一方面看政治現實 一方面看數據 台灣的《經濟日報》 它說中歐關係 其實挺適合這個時間 因為中歐峰會就今天開了 它說歐洲在意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你大陸是補貼電動車 你看大陸的電動車 現在很多是進軍歐洲市場 還有風力發電 太陽能發電和醫療設備 傾銷去歐盟 正如華為當初為何用這麼便宜 拿了這麼多 歐洲和美國的基建設施 因為美西方批評 因為他們有國家補貼 所以競爭力是很強的 這就是經濟因素 第二就是政治因素 就是提到立陶宛 大家知道這也是台灣媒體特別重視 立陶宛因為疏離了和北京關係 比較近和台北關係 那些方面當然 立陶宛 小小一個立陶宛 在這裏減多動作 於是當然有些行動跟進 剛才那兩方面 電動車風力發電等等 歐盟其實已經察覺到 有一個對策 所以今年九月開始 其實歐盟有一個實際行動 就是減少電動車電池和太陽能電池版的原材料 在單一個國家裁購 不得超過65% 因為如果超過65% 我覺得它可能逐步還會減少 太過依賴的時候 被人在某一個時刻握著你的頸 所以可以看到 中方都知道這個產業供應鏈的重要性 美國什麼集敗會說什麼都好 在這方面美國不會送給你 只會收緊 這篇社評無可不成語 剛剛說到歐洲中歐關 提到一間企業 這間企業成為港版的頭條 叫做寧德時代 寧德時代很厲害 寧德時代是生產電動車的電池 最重要的是電池 因為電池的成本值十多萬 寧德落戶香港 對不起 它不是只落戶香港 我想告訴大家 寧德是將雞蛋放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寧德時代已經在歐洲 特別在2021年 在德國已經設立了電池廠 目標當然是 我在歐洲生產 當然是賣給歐洲人 在香港生產 難道賣給香港人 香港市場這麼小 當然是焦點投射到東南亞市場 所以寧德有沒有機會來香港上市 這就是後華 但主要是他做國際總部 做生意 運籌為額 當然在生產分佈全世界 看到香港戰略的重要性 反映出中德關係 在中歐關係來說 比較容易談到 還有德國人 中德關係比較良好 德國又沒有那麼多 很強烈的反華的程義傑 也不會純粹受到美國的牽頭 所以還是特別強調中德關係 經濟日報就寫了 經濟都強調這件事 你看到那個微妙之處 經濟日報有一個觀察 就是說 看近…特別是這一年開始以來 中國和世界各國 過去有牙齒印的地方 都開始似乎有些關係緩和的跡象 沒錯 這也是整篇社評的核心所在 從集霸會開始 很大程度是中國吹和風 伸出橄欖枝 為何整個戰略重新部署 你可以說是妥協 或是回歸一個正常的姿態 凡子總總都看到 對外的戰略策略改變了 那麼香港 你不要跟得太貼了 還有你跟得貼又要人家轉彎 你還在那直去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